大家好,我是喵妈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了 要去喂一下鸡 还有就是今天的鸡蛋还没有去捡 昨天都没有鸡蛋 应该今天会有鸡蛋 我去捡一下 然后再喂一下它们 走吧 把这个菜叶子拿去喂鸡 这是这里摘的 今天中午的时候摘的 摘了这么大一把 还喂了几条给它吃了 这个叶子太老了 人就不吃了 摘掉之后 今晚上把它浇一下 浇了之后 就会长得更嫩一些了 现在上去喂鸡 这是我今天搬的泥土 今天上午有朋友来 下午就搬了这个土 搞了一天累死了 然后 这个鸡虫等着我来喂它们 先捡鸡蛋 昨天都没有鸡蛋 今天应该会有的 先去看一下有没有 有老母鸡你跑到这边来了 肯定是这边有蛋 它经常敷这个窝的 现在跑到这个窝来了 肯定这个窝有鸡蛋 看一下先 它一般会挪窝 肯定是因为有鸡蛋 就跑过来 两个 而且有一个还很大的 出来出来 看一下先 两个 你看有一个 哇这个应该是双黄蛋 这么大一个 好大一个 等一下打开看一下 应该是双黄蛋 不可能这么大一个的 看看 这个比另外一个 个头大了差不多一半 哇这家伙一直来啄我 哇塞 看看看看 看这家伙 这家伙一直啄我屁股 哎呦来了来了 啄我 他可能是饿了 啄我屁股 让我给他开饭了 你是不让我捡你的鸡蛋 还是怎么样 哇他去看一下他的鸡蛋 可能他觉得我捡走他的鸡蛋了 怪不得你来啄我 我现在给给你吃一点啊 喂点东西给你吃 双黄蛋应该是这个加火生的 现在就他跟刚才啄我的这一只 在下蛋 别的鸡都没有在下蛋 双黄蛋的话 不是他生的 是这家伙 这家伙超能吃的 我先给他们喂点些 之前就捡到过双黄蛋 已经这是第三次捡到双黄蛋了 先给预备这个玉米粒 先给预备这个玉米粒 骨汁没多少了 还剩一点点骨汁 骨汁又要买了 就给一些骨汁 可以用掉出来的 再给他们切几条青菜 再给他们切几条青菜 哎 做双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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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做双黄蛋 做完了你就玩一会先 快不快 快 就他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好 你看 重洗完了 数十分四分 用两片 嗯 你看 你看 很好 这是今天季节吗 所以就写得快吗 这个呢 描写是啥 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这一段本文 描写的是什么季节啊 你读一遍啊 风 你先读一遍下去 读一遍下去 你就会知道他描写的是什么 什么字 这个就是那个 轻轻抚摸 轻轻抚摸他们的小脸蛋 鸡蛋的蛋 对,出现这种鸡蛋 你看,今天我捡了个这么大的 蒜黄蛋 是的,蒜黄蛋 好了,喂完鸡了 去把你的作业写完 再从里面看一下他们吃 哇塞,长得漂亮 我好喜欢看他们吃东西 哇,狗狗吃的那么饱 吃还要爬一下 垃圾 这一个 怪不得他下双黄蛋 看他吃的多饱 他的肚子都脱地了 这就好,我能吃双黄蛋 对呀 能吃就能下蛋 哇,这一个很快要下蛋了 吃的那么饱 这一只才来十 有十多二十天了吧 还没下蛋 我估计也快了 看他 关那么红 肚子吃的那么饱 毛特别光滑 下了蛋的鸡 毛就没那么光滑 这一个就是 下双黄蛋的家伙 你看 他欺负那只小的 鸡就是这样 强壮的欺负弱小的 你看,要做另外一个 吃就吃嘛 还要巴拉巴拉一下 一般鸡要下蛋了 它的光就很红 且会特别能吃 下蛋之前的话 就会很肥很多油 一旦它下蛋了 就会轻很多 但会特别能吃 这一个也是 吃的肚子都拖地了 哎呀 这伙食看来是太好了 又欺负它了 吃也吃不完了 你还要 你不让别人吃 吃那么饱 明天肯定今天这个鸡 吃个个都吃那么饱 明天肯定又会下蛋的 一般他们吃好了 然后第二天就会有蛋 如果没吃好的话 第二天一般都会没有蛋 但也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他们会隔一天生一个 昨天就没有鸡蛋 今天竟然下了个双黄蛋 可能是昨天没下 斩到今天一起生 所以就生了个双黄蛋 走吧 我们去打开那个鸡蛋 看一下 是不是双黄蛋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 这两个大的这一个 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双黄蛋 这个打开之后 等下这个壳还可以拿去给鸡吃 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蛋壳的 哇塞 看多漂亮的双黄蛋 你看 两个蛋黄 这个蛋黄 这个蛋黄晶莹剔透的 老漂亮了 看看 两个蛋黄 还粘在一块的里 嗯 好 那去给我一只中期蛋糕 拜拜